HELLO 大家好! 看看今天星期有什麼重點經濟新聞 麻煩你! 特朗普推遲首階段貿協評估會議 美國終止與港三項雙邊協商 今年以來,香港的命運是於中美兩國的博弈之下 週四、二十日,美國國務院正式支揮特區政府 暫停或終止與香港的三項雙邊協議 其中包括缺免國際航運利得稅 繼日前的香港製造不在,美國製裁範圍陸續擴大 令本港政治、經濟繼續雪上加上 美國宣布的三條雙邊協議主要涉及引導及免稅方面 包括移交逃犯協定、移交被判刑人員的協定 以及寬免國際航運利得稅的協定 國務院在聲明指 行動是突顯美國深切關注北京在港施行國安法 認為此舉損害港人自由 美國總統特朗普更表明 會以一國一制對待香港 以及對損害港人自由的人士採取行動 港府隨後發聲明,強烈譴責美國單方面暫停或終止三項雙邊協議 並稱這些協定並非美方給予香港的優惠待遇 美國單方面的決定反映出其不尊重雙邊主義 以及多邊主義的態度,應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 特朗普上月簽署行政命令,取消在經濟上給予香港優惠待遇 美國海關並且宣布由9月25日開始 不再承認香港製造標籤 所有在香港生產的商品書往美國時 必須標記原產地為中國 中美兩國就新冠肺炎疫情,科技,香港問題等多方面交互 在貿易領域反而增執較少,然而踏入八月風向有變,隨時煙燒再起 特朗普繼早前表示,不考慮與中方討論下階段貿易協議後 週二,18日,他指自己主動要求押後,原定於上週六,15日,舉行的中美貿協評估會談 並稱暫時不想與中方對話 特朗普在上週末回應記者提問,會否考慮對更多中國科技公司 包括阿里巴巴,9988,實施禁令,特朗普回答正在研究 令市場憂慮阿里或將成為華府下一個針對目標 其後白宮經濟顧問傅德洛強調,儘管中美關係在其他方面惡化 但兩國致力履行首階段協議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則指,中國履行首階段協議 不單要購買美國貨,中國還有很多其他義務 根據首階段協議內容,涉及中國購買美國貨,知識產權,金融服務 以及匯率執行機制等範疇 回到本地新聞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最新網誌表示 過去兩輪的防疫抗疫基金以及預算案的紓困措施 令港府本年度的預算赤字升至近2900億元 財政儲備由3月底時的11000多億降至8000多億 曾指本地疫情時有反覆,甚至未有受控跡象 本港短中期經濟前景難言樂觀 本週港股反覆向上,恆生指數週一 17日,曾升於400點,建議25588點 是近三星期高位,最後收升164點 報25347點 週三,19日,受颱風影響,港股於下午1點半復時 最後收報25178點,跌188點 美國聯儲局憂慮疫情嚴重影響美國經濟 加上中國人民銀行全面降準的機會較低 週四中港股市向下,恆指失手25000點,曾跌於500點 跌穿10,20及50天移動平均線 週五,21日,港股承接隔晚美股做好 恆指收復25000關以及3條移動平均線 收市升322點或1.3% 報25113點,成交1181.27億元 國企指數收市10212點,升56點,跌幅0.56%,成交257.82億元 紅醜報4096點,漲22點或0.55%,成交61.77億元 總結全周,恆指累跌69點 內地股方面,上證指數收3380點,升16點或0.5% 成交有3612.82億元 此外,恆指公司日前公佈貴檢結果 將於下月7日生效 好,今天先看到這裡 多謝大家,Bye Bye